现在你打开世界地图 你到过的地方 你这新作业 一作念 都在你心中 现前面中 你看不过大西洋 东南西南 太平洋 如果你到过的地方 一念 都在你心里 一念如是 念念如是 还不如佛的神力 咱们妄想心 那你没见过的 听说的不算 你不能知道 再与小一点 说你是黑洞江哈尔滨的 他是沈阳辽宁的 他是上海的 他是新疆乌鲁木齐的 你这么一作业啊 如果你到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都在你思想当中 劳累吗 干脚的劳累吗 他也没移动 你心了 这是作念 用这个思维 跟佛说这个境界 你没有 你想不到 极乐世界你能去 也没去过 去了你也不想回来了 所以成了道才回得来 这个义理啊 就是不可思 不可义 叫不可思义 不可思义吗 了解佛境界就是了 这是佛境界 这叫不思义境界 佛子 一如佛能与一念 其不可说不可说四界 为尘数不 一一步 过不可说不可说 佛刹为神数果斗 慢一步 过了无量不可说不可说 佛刹为神数果斗 入世而行 经一切四界微尘数节 步步入世 而且是经过无量微尘数节 就经过时间很长很长很长 佛子 假使一大金刚三 与你上面所经的佛刹 其量正等 你经过佛刹那个量啊 跟那大金刚三的量 相等 正等 那么 如果是量等大金刚三 就把大金刚三形容着 你那个四界微尘数不 一步一个四界 而经无量解 那这个入世量的大金三呢 有不可说不可说 佛刹为神数佛 这个大金三包含着 无量无数不可思佛 能以入世 住三 只一毛孔 把那个无量的大金刚三 放置在一个毛孔里头 佛地身上的毛孔也不大 金刚三也不瘦 也不瘦小 怎么容的呀 不可思议 于法界中 于是众生毛孔 等 诸佛把这些金刚三 搁一个众生毛孔里头 众生不知道 这叫神通不思议 而且是把住三这毛孔 佛神的毛孔 与佛阿界中 一些众生的毛孔 等着平等平等 因一毛孔 虚致而许大金刚三 持而许三 游行十方 如今虚空 一切四戒 从前几 进入未来一些住戒 无有休息 佛神无损 一步劳卷 行长在定 无有散乱 是为入佛 第三大诺诺宴 荣建法 这叫荣建法 佛神一切入佛 一坐司宇 佛到时候吃饭的时候 就化圆 化回来就吃饭 吃完饭了 就休息了 就结价佛做了 大家都经案经看到了 佛与时时 如所谓大臣化时 化回来了 往来坐那儿 把饭吃完了 把手也洗了 也方便了 自己拿草 扶上 佛做而做 本来佛要入 作家佛做 要入定了 那舍利弗 他看见 开了误了 舍利弗 开了误了 徐普提 金刚经事徐普提 徐普提 他开了误了 他说佛 真不可思议啊 如来 善呼念 祝福祝 祝菩萨 善呼主 祝菩萨 我演这段讲 大家就知道 这环境这段 不思议 什么意思呢 良品 不思议 假这个不思议 证明前面 菩萨入了识定 识通 识隐 所产生的 成就佛果 那些大菩萨都最终这些不可思议 受想行识 全变了不可思议 衣食住行 全变了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是总体啊 得到了不可思议了 一切法都是不可思议 但是 这个不要用我们的意念去念 也不要用我们的凡夫境界 去思维佛境界 但是 我凡夫 可以思练凡夫的境界 凡夫的境界 也就是不佛不可思议的境界 你想想 我们每个人不可思议的事吧 不可思议 你所做过的事 你现在做这思维 这些事 没有了 是在你心外吗 那你为什么心内能想得到 说在你心内吗 你心内容不下 你现在也想不到 究竟在内在外啊 你个人说这事 你从三岁五岁 到你现在三十二十 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你把它做为一回念 然后你坐这 你不有事 谁没有 五六年 十年十二年 一事也没有 如果你又有事 一动念 事都来了 那凡夫境界 想住佛境界 也入事 当你难住 戒严不当的时候 难住戒严不当 也不费舍化众生事 这个梦 很难得进入 佛本来是现八象成道的 八象成道都是度众生的 而佛戒严不当 八象都是虚幻 幻化的 那现在佛珠一幕 八象也没有了 八象有吗 八象没有了 乃至热泥盘 也是四仙 有关是这样关 不要在这个事上关 这个事啊 是都入了理了 是从理上说的 这把这一切法 建立在理上 大方广获经 告诉你 这就是自体相容 你不要拿你的妄想心 却琢磨 琢磨不到的 琢磨不到的 越想越远 佛不会打妄语 佛说八象四仙 乃至于度众生事 全是四仙的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咱们 也没见到佛的八象成道 财磨心中 也是济言的 听说 听什么说 也没听佛指使说 看见经文 说书是想 但是 他是济言不瞪的 就是 本体不瞪 而能够 做一切事 这叫不可思议 正嫌不可思议 佛子 假使有人 与片虚空 一一四见 卸以某端次第度量 这种某端去量 诸佛能与一某端处 一个某端尖上 皆价复作 还能做到 尽未来几 还能做到尽未来几 为什么是就那么多的量 那就是 一个众生的 神量 也可以说 一切众生的 深中的一个含毛量 某端量 这个怎么去理解 在 华言义 举哪一法 随便举哪一法 举个含毛 举含毛这一法 含毛就变成主 主体的主 所有其他的法 都变成伴 伴也意味 依主 依着主 举这一某端的时候 这一某端就是 大法界总体 以大法门相的总体 那一切法 都属于这一某端中 众生某端也可以 诸佛某端也可以 举哪一法 哪一法就是 大总相法门体 其他的法 都是伴 伴 那华言给他定个名字 叫主伴 圆荣自在 举你 你是主 举他 他是主 举主 就是其他都是伴 举这一法 这一法为主 其他的法 就是这一法的伴 都从举这一法 不论身量的大小 分量的轻重 把一切众 诸佛能以 耳术众生 这一指端 把这一种手 放在一个指甲 指甲是端上 说是端上 能够到后来 尽为来寄 请无量节 都在这个端上 那佛一如定 他定的无量节 不是上座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腿子也痛了 腰干也酸了 坐不住了 佛不会的 咱是有神的执着 不过没神的执着 神都没有了 那住在哪 住在空啊 对 空总无障碍啊 所以没有前后继啊 说这个虚空啊 是一百年前的虚空 而虚空是一百后 后一百年的虚空 虚空有这个分别吗 能把虚空分到前几后几吗 你拿这个来想 想起法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红地藏 虽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时机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情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火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启任世尊 师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害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30万3025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 共12311次 佛教慈悲智业 曼苏势力中心 观音的慈悲 浦门品 开课通启 日期4月27日起 至6月15日子 共8堂课 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半 授课老师 陈和铭老师 因缘难得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踊跃报名参加 地址 台北市内湖区 康宁路三段99向 石农2号一楼 报名电话 02-26310619 02-26310619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 大德为重病者 点一盏药师灯 尽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 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路二段345号 主寺 世嘉摩尼佛的高雄市 子官区进华市 特于5月4日至5月8日 举行一年一度的 梁皇宝餐法会 恭请本会法师 元梁法师 明道法师 元定法师 惠田法师 新定法师等 六位法师领众 在法会圆满日 大众一心奉送 金山玉制梁皇宝餐 礼拜梁皇宝餐 是佛门中 修忏悔的主要法门之一 流传千载 经久不衰 感应无数 每一院都有其意义 从皈依 疑惑 断疑 忏悔到发菩提心等 经卷中并讲述了 六道中的种种果报 在最后一卷中 更进一步教导 理忏者菩萨的 回向法门 以皈依为入门 以忏悔来断恶 以发心发愿 未修陪福 是一副种福田 增功德 力修行的忏法 午后 在香鸡菩萨 依照忙进忙出 精心所准备的 丰盛甘钻美食 色香味俱全 一道道的素摘与服务 以整齐的摆上桌 准备就绪 放宴口法会 于下午二时许 请示开始 恭请静华寺 住持新定法师主法 法师口诵七十几个咒语 并配合着手印 每个环节需专注 每个异想 皆为死敏众生 宴口的主要目的 在救度地狱的轨道众生 希望借由菩萨的加持与愿力 共同帮助这些众生 脱离普海 善根深厚者可以出离 善根较差的 至少可以得到 一时的喘息机会 法师加持的服务 洒落地 使布施亦是助导 阿弥陀佛 愿意满足 离珠烦恼 更愿仰仗佛恩 三宝加倍 法界一切有情众生 皆能速托三友 导正菩提 最后供入正觉佛道 生命电视高雄采访报道 今生兔唇 前生爱钓鱼 怎么这样看我 讨厌 哇 钓到了 时长拉伤鱼的嘴巴 六千里 二千里 五千里 二千里 三千里 广之三千里 二千里 大方 一千里 二千里 万一千里 十千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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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